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桃园机场现场是挤爆了非常多的球迷 然后大家就是举着这个布条 要迎接这些中华英雄们回到了台湾 那当然今天也是水门里迎接 那么同时在明天下午的时候 这些中华英雄还会上街再到英雄谷来进行英雄大游行 相信很多这些看这一次整个赛事热血沸腾的好朋友们 大家真的可以准备一下 明天下午继续到英雄谷来为这些中华英雄来进行喝彩 当然今天晚间的台湾队长陈杰宪也是回到了台湾 那么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有你们真好 同时他也展现出他非常帅气的一面 请各位媒体让他的老婆先走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队长的最新谈话 我以选手的立场去讲这件事情就是选手 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练球 好好的比赛 专注的比赛 然后在比赛的当中把最好的成绩 最大的努力展现出来 那这次感谢我的队友们 感谢教育团 感谢后勤 大家很努力的一步一步慢慢走 我们走到了最棒的尽头 最好的结果 这是让国人都为我们台湾棒球感到骄傲 从现在开始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人民 台湾的球迷会继续支持我们台湾的国球 我在球场上努力的奔跑 然后努力的去跟对手去对抗的时候 球迷不会离我这么近所以我没有压力 但今天就是一走出来球迷很近一直靠近的时候 其实我有稍微人群恐惧症 对看不出来吧 我在人群面前会觉得很尴尬 但很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热情 然后为我们感到骄傲 你们也是我们的骄傲 当然嘛就是我们代表的台湾 然后是台湾的骄傲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能够集出这么关键的全力打 对我来说是很振奋 然后当然那个手势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选手 谢谢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陈杰倩 有特别讲到这个胜利的手势 告诉大家他们是从台湾来的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我们在日本巨弹 在日本的主场 抢下了这一次十二强赛的冠军 那么当然今天晚间 这些中皇英雄们回台的时候 总统赖清德是特别安排了四架的F16V 半飞同时还释放了热燕弹 而这整个班机是在晚间的 八点四十七分的时候 抵达桃园机场 那么您刚刚所看到的 也就是副总统萧美琴 也是亲自的前往街机 而机场公司也是特别 以水门里迎接这些台湾英雄们 他们凯旋归国 而这个水门里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水门在空中展现出 这种弧形的这个状况 这个画面 其实很多网友们都直呼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么在这一次 整个世界棒球十二强 中华队夺下了冠军 其中敲出三分炮的最强 台湾队长陈杰现 赛后是痛哭流涕 领完奖之后 马上开心的在观众席 来找老婆的身影 深情又搞笑的画面 也再度圈粉 同时赛后庆功宴上面 他还抱着熟税的儿子 让网友大赞 这真的是好男人 身上挂着金牌 手上捧着MVP 陈杰现在唱片 四处张望 我老婆呢 我老婆要不要拍照 深情画面 调出不少粉丝 激动留言我在这 但四爷超深情 就是要立刻找到 他的老婆 我老婆 超搞笑画面 让球迷大赛太可爱了 球场下就会最强队长 也是欢乐气氛扛把子 这真的是关键 带领球员们拍手炒热气氛 一一点名大跳声嘞之舞 情绪价值给好给满 不过赛后受访时 陈杰现也坦言 真的没想到能拿冠军 好像在做梦 但经过了这次冠军 我相信我们能够 跟世界好好走去对抗 让世界看见台湾 写下历史记录之后 大吃一顿庆功宴 对有郭俊麟开直播 结果镜头一转过去 儿子躺在陈杰现怀里呼呼大睡 世界冠军下班后 一样要顾小孩 让网友大赞 不愧是买场找老婆的超好男人 陈杰现也在社群po出 和前啦啦队老婆起奇的合照 把世界冠军大会MVP 送给老婆当三十岁大礼 看似人生胜利足的陈杰现 其实在过去受访时曾经自爆 这几年当队长好像命不好 球队都没拿冠军 但总教练一句话 要他把快乐渲染给周边的人 让四爷点头接下重责大任 带领台湾山耀国际 又帅又会打球 还很专情会顾小孩 果然陈杰现没有极限 记者日升行曹文宁 正华报道 每天擦在脸上的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SGS检验 无重金属 无塑化剂 无磁激素 无Pyraben防腐剂 无色素 及无维生物 擦起来安全无负担 他还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长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服录 全校精华 精华双 以安心启动动力密码